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三号 那三号的整体能量呢和二号有特别大的差别 其实三号在人群里面是特别容易分辨的 同时三号也是个特别可爱的号码 在三号的性格资源里面有很多的优势 是我们特别渴望具备的 我们从三号的自白开始 那么三号说 我相信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人 这在生活里面最常听到 三号就是这种做事很有目标感 很有方向性很有创造力 做事很急速快速有效率 目标感强行动力很强 所以当他讲到 我相信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 你很容易从他内在感觉到那种 很自然的那种自信 做事情的那种力度 那种力量那种冲击力 然后我渴望什么事都做到最好 这是三号给自己提的一个做事的标准和原则 什么事情不做就算了 要做就做到最好 所以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帮助三号成就了蛮多 我是三号 我特别渴望别人能够肯定我 羡慕我 也就是三号很追求一点 就是别人对自己的认同 所以和三号的沟通和呼噜要留意了 我们要对他表示认同 接纳 你是可以的 当然三号要渴望别人羡慕自己 我总能找到很多事情来做 安静对我来说太难了 也就是三号在生活里面表现的就是很忙 这件事情还没做完又忙着做那件事 你就会看到他很忙 一件一件事情 一个又一个目标 一段又一段的追逐 所以三号给人的感觉就是 我总是有好多事要做 没有时间安静下来 如果别人浪费我的时间 或者做事太慢 我就很不耐烦了 所以对于三号而言 他的时间很宝贵 如果你浪费他的时间 他是很不开心的 还有就是三号很嫌别人做事慢 嫌别人笨 所以这也是三号的一个特点 所以在三号的生活里 你经常都听到他讲 你怎么这么慢 你怎么这么笨 这么低级的错误也犯 所以三号给人很直观的感觉 就是很忙碌 做事有一些急躁 所以好多人说三号是急性子 这样讲蛮直观的 三号做什么都要快 走路要快 吃饭要快 做事要快 什么都要快 总之除了死不要快 什么都要快 三号做事特别强调这种快速 什么都要快的性格 表现出这样一种急躁 那还有就是三号很喜欢比较 这也是三号在生活里面 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特点 比较 什么都要比较一下 我要比你强 要比你好 我要比你快 看看服装谁穿的漂亮 房子谁的大 车看看谁的好一些 比较 这是三号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还有就是说 三号说我因为过度追求一个又一个目标 让我变成工作狂了 三号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性格特点 工作狂 你嫁给一个三号 或者起一个三号回来 经常都从早到晚见不到人 三号的工作风格就是忙忙忙 快快快 追追追 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像一个工作狂一样 所以闲暇时间很少 哪怕回到家里面电话不断 还是忙忙忙 电话里还是在讲讲讲 这是三号关于自白的部分 那么性格特点的部分 三号有特别多 特别值得人尊重的部分 比如说 他的性格特质里面 有一个部分是关于 我要靠自己的实力来生存 我要靠实力去赢 无论去到哪个城市 我凭我的实力 不是凭其他的 我有我的实力 所以很多三号给人的感觉就是 靠实力求生存 凭自己一己之力 还有就是三号大部分都非常外向 给到人的感觉很活跃 很活泼 在人群里面是外向型的性格 不是那种很沉闷的 平静的呀 不是的 是很外向的 是关于活跃 当然我们还是要提到这个急躁 很多三号在访谈的时候 我们经常看到 他的性格里面 有一个部分是关于急躁 比如说容易发脾气呀 容易急了啊 容易这个看到一些事情 缺少耐心了 很不耐烦了 所以他做事是很有冲击力的这种 到同时还是很活跃的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三号很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 所谓外在形象就是 关于外在的部分 大家可以直观看到的 比如说服装啊 气质啊 肢体语言啊 比如说走路的动作呀 坐在那里和凳子的关系呀 外在形象 所以我们开玩笑说 三号喜欢照镜子 你看三号进到电梯里面 拼命的先按那个关门 不是楼层 其实三号在电梯口 你都很容易看到 如果等电梯等不来了 如果只是三五楼之间 他就跑了 走楼梯了 而且是一步几个台阶网 就算进了电梯 也是按关门 快点关门 然后再去按楼层 处理完这些事情 我们周围经常看到一些电梯里的镜子 真的是看到三号 很容易找镜子 也就是外在形象 所以从这一点上 你看到三号很在意 戴什么样的首饰啊 表啊 穿什么样品牌的服装啊 化妆啊 发型啊 开什么样的车子啊 你来到三号家里面 你看三号的装修 主要还是说 让别人看着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三号装修 是给别人看的 当然有些号码装来 是给自己用的 关注点是不同的 所以三号给人的感觉就是 很注意形象 或者说更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 所以三号很强调自己自尊 或者说很强调面子 这也是三号的特点 所以在人群面前要留意了 不要去伤害三号的自尊 或者说伤害三号的面子 所以三号给人的感觉就是 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 同时呢 三号的性格特点里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是在九行的一个访谈里边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他很喜欢成为众人的焦点 如果所有人都在关注他 三号就很舒服了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看到国际上 有许多很成名的一些影视巨星 三号的特别多 从这一点来讲 三号很喜欢在众人面前的感觉 聚光灯下 鲜花掌声 众目的这种瞩目的感觉 所以三号有的时候 也有一份闲耀的这种特质在里面 喜欢在众人的关注之下 不要忽略它 当然很多三号成为一些影视巨星 或者说很多著名的影视巨星是三号 是因为三号还有一个特点 是关于我们常常把这个部分叫变色龙 三号的演的能力是很强的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改变自己 不同场合的需要改变自己 从服装到自己的外在表现 所以三号这种演 表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还有它有个表演的欲望 还有就是做事情的时候特别有效率 这也是三号的特点 喜欢走捷径 你经常会看到一个三号做一个事情 是几乎在同样的情况之内 三号都是快速达成 很有目标感 极强的行动力 非常有效的去达成一些结果 但有的时候走捷径 那有些号码不是说只是拿到结果 很多号码更关注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达到结果 而三号的特点就是 不要管我用什么方式 我要达到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三号经常是为达目标 想尽办法 还有就是三号也很喜欢竞争 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 很喜欢比较 就是同时起跑 我要比你强 这种竞争意识 带有战斗性的这种竞争意识 是特别强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三号在一起 彼此之间的那种竞争 可更为激烈 三号是一个很有竞争意的号码 就是跟相同的一个团体里面 我要比别人更强 更好 三号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语言能力特别强 比如说做辩论 做一些讲解 做销售 同样一个产品 放在三号手上 它很容易让你相信 它是很好的 或者是很不好 三号的语言能力是特别强的 所以三号的语言风格是够分立的 有的时候也是够力度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三号真的是天生的销售人才 就是因为它的表达力 它的这个 讲述的能力 非常强 争辩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跟人家吵架 看到是一个三号 一般就吵不过 因为你看到三号的争辩部分 是有天赋的 所以总的来说 对于三号来讲 我们重点关注的几个部分 比如说三号是很靠实力去赢的 三号呢 是很急躁的 还有一些外向 同时三号也是很活跃的 还有呢 三号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 注意这种形象 然后喜欢在众人的注目之下 还有就是说 最快最有效的方式 去完成它要做的事情 我们常说的这个效率 有很强的行动力 然后很喜欢竞争啊 比较啊 争辩啊 所以和一个三号在一起 你很容易看到 它这种快速 有效 行动力 所以在一个团体里边 三号是给这个团体 带来这种创造力 生产力 这种开拓性 开创性的这个风格 给团体注入的力量 往往在这个方面 关于三号 我就我们先聊这种东西 接下来我们 我们聊聊四号 其实以往呢 在过去九行的教学里边 每个号码都有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聊到二号 一般叫付出型啊 帮助型啊 支持型啊 关怀型 关爱型 那当然这些名字 会对这个号码 有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总结 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号码 那后来这些号码 我们就不用了 你像三号 过去叫做 成就型啊 成功型啊 速度型啊 执行型啊 效率型啊 急躁型 那四号呢 过去我们都叫艺术型啊 感觉型啊 一会我们会聊这个四号 也就是看 为什么会叫艺术型 感觉型 那五号 一般叫思想型 或者思考型 或者头脑型 那六号呢 我们过去叫忠诚型 叫做惶恐型 七号呢 过去一般叫 活泼型 好玩型 外向型 八号呢 我们过去也有一些名字啊 比如说领袖型 领导型 霸道型 那九号就是和平型 或者平和型 友好型 那现在这些名字 我们几乎就不太用它 原因是因为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这些名字会限制到 我们对那个号码的理解 或者了解 以往课程里边 我们说二号是付出型 然后有些人说 那我就是很付出的人 我可能就是二号 所以后来这些名字就不用了 但是这些名字 现在讲一讲 也有助于 我们对那个号码的理解 比如说四号 感觉型 艺术型 感受型 那为什么叫艺术型呢 我们聊这个号码 我想我说一些人的名字 提到这些人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些人的眼神 我们聊到四号呢 我们很愿意从眼神开始聊起 因为四号的眼神 和其他人和其他人的眼神 还是不一样的 那眼神里拥有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感觉一下 我说几个 一些艺人的名字 一些名人 演艺界的 比如说有个人叫张国荣 当然 我们不去确切说 他一定是四号 但是很多朋友们 凑在一起 包括董 九星人 聊起来的时候 感觉他的眼神 很接近四号 张国荣 梁朝伟 包括张曼玉 王菲 黎明 包括谢霆锋 当然我们国家 目前还有个很著名的 年轻的男演员 刘烨 当我说到这些人名字的时候 我想你去关注一下 他们的眼神 有什么共通点 因为这群人的眼神 都蛮相似 我们先不说 他们是不是四号 他们的眼神 非常相似 那这些人的眼神里 你能读到什么 好多同学 很快就想到 关于忧郁啊 关于单独 很迷离的眼神 好像内在非常丰富 然后有一种孤独感 忧郁感 总之很难形容出那种味道来 但是这个方向上 你可以去感觉 那个是关于四号的 那比如说四号的自白 四号就讲 我经常觉得 我是非常独特的 我和别人不一样 那说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二号呢 很关注于 人和人的感情和关系 三号呢 更关注于 目标结果 而四号更关注于 很独特 他很追求这个 我是独特的 我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四号的孩子 从小就有一种感觉 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你们和我是不一样的 我是很独特的 这是四号对自己的一个看法 或者理解 那二号的注意力焦点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谈到二号的注意力焦点 是放在了别人的需要 那三号的注意力焦点 是放在自己的目标 或者结果 而四号的注意力焦点 完全在自己的感觉里 四号是很找感觉的 有感觉 怎样都好 没感觉 就算了 当然四号也是个 很有品位的号码 我们通过自白看到 我经常觉得我是独特的 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很容易情绪化 我们听一听这些自白 通过这些自白 你就感觉 我的情感世界比别人丰富 我经常充满幻想 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缺憾 有一种不足 所以这一点有点像 我们后年谈到的那个一号 很追完美的 我觉得有缺憾 而且我渴望别人 多一些了解我的内心感受 可是这个世界上 没人明白我 我经常觉得孤独 我们通过这些自白 你可以感觉到 四号 它的内在 很强调 我和你们不一样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你可以看四号的穿着 四号的外在的服装 经常有点有点不同的 你可以通过外在的这个服装都可以感觉到 那可能是个四号 独特 和别人不同 甚至于有些人觉得 那有点另类 它追求和外人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四号的鞋子啊 衣服啊 发饰啊 化妆啊 身上戴的首饰啊 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记得一次在重庆的课程里面 也是咱们的影剧院里面 那在那是一次大课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同学 我们轮到四号上台来做访谈 然后我看看台上坐的人里面 都没有四号 有一个人走到中间就回去了 那我就叫那个同学上来 上来之后 他很奇怪地看着那群人 然后又看看我 又看看那群人 又看看我 他就问我 他说雷老师 你认为会有这么多四号吗 他很疑问地看着我 你认为会有这么多四号吗 我从他眼神里大概读到 他觉得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四号 我是这么与众不同 他说 如果他们是四号 我也是四号里最独特的四号 你会从这样的对话里感受到 对于四号而言 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这对于四号的生命有多重要 独特 所以我们跟四号的访谈里经常问到说 你认为自己很独特吗 往往这一句都可以带出来 但是他的分享里边 关于四号的 你可以看到的是不是一个四号 这对于跟四号的交流里是个很好的问题 觉得独特 然后就是四号很容易情绪化 很多人只是单一的 我经常容易愤怒 当然这也是情绪化的一种 情绪化表现在不仅仅说 我经常愤怒 或者说我经常哀伤 情绪化往往是指说 刚才还开根心心 说说笑笑 谈笑风筝 很好的一个气氛 一转眼 四号的情绪一下子又去到 单独 忧郁 孤独 很哀伤 就是他的情绪起伏是这样的 所以通常在现实生活里边 当你和一个四号在一起 你最容易感觉到 他经常就刚才这样 情绪突然又这样 就是一天有四季 然后冬天夏天 刚才晴空万里 一会儿阴雨绵绵 所以跟四号在一起 你要尊重他情绪的起伏 而且四号还有一个特点 当他一旦进入到某一个情绪里边 不要去尝试着拉他出来 让他在里边流连往返 其实四号掉到某一个情绪里边 有他了 当他在里边觉得可以了 他自然会出来 不要去过多地干扰他的情绪 或者想去跟他做交流 拉他从某一个特定情绪里出来 这都对于四号来讲是不需要的 所以四号是情绪化的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你的生命里边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绪化 还有四号的情感世界比一般人丰富 四号会很细腻 关于生命里边 各个领域里边的那种细腻的情感 一个文艺作品 一首诗 一段音乐 一个很好的氛围 一个美丽的环境 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一段很美丽的回忆 一部电影 一首音乐 一首歌 你会看到他的内在是非常丰富的 是关于感觉 所以你让一个四号谈对某一个事情的感觉 你看到他非常可以把那个感觉 他呢很丰富 很饱满 所以四号是一个很充满幻想 而且很有丰富内在的一个人 我们经常跟四号聊到 能聊聊你的幻想吗 你就会看到他说 我经常幻想什么什么什么 你会看到他有蛮多的一些幻想 而且很多幻想是很美的 所以四号的很多感受 是跟美感有关 是美的 是美好的 是细腻的 所以四号是很细腻的 很有美感的 情感很丰富的 有的时候甚至于是很精致的 或者说是很有品味的一个号码 就是我们对于四号 在感觉上的一种感觉 当然四号有的时候 跟一有相似的部分 关于完美 他不太愿意接受一些缺憾 所以其实对于四号而言 能够看到平凡的生活 去享受平凡 这对于四号来讲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因为那些平凡的生活 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而四号很想追求那些 不平凡的 更卓越的 更有味道的 更有感觉 更有品味的 所以四号对自己的生命 有很多的要求 对内在是有着高品味的追求 同时四号的直觉是很棒的 因为四号经常不是凭理论 理论道理 而是凭感觉的 所以他从小到大 就发展了他的直觉 我们经常开玩笑讲 想买股票的话 让一个四号帮你感觉感觉 我们很想表达 四号的直觉 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 他的直觉的能力 比其他的号码更强一些 然后四号往往会有一些 当然我们看到某些四号 是有一些孤独感 四号觉得 我内心的感受 没人能理解 然后这个世界上 没人明白我 其实四号的孤独感很真实 因为在他的内心里 他经常一个人 四号也经常会抽离出来 我们在和四号的交往里 看到在四号的童年 生长的背景里面 比如说有的单亲家庭 或者父母长期不在身边 跟着外公外婆 或者祖父祖母长大 或者小的时候 和父母有长时间分开的经验 或者就算在一起 他经常有一些独处的经验 我们看到这样的背景里面 经常有一些四号发生 所以很多四号 谈到自己童年的背景 会有一些聊到这个部分 也就是经常一个人 或者内心经常独处 这样的经验 所以四号给人的感觉 有一种很真实的 那种单独的感觉 当然单独和孤独 是两种境界 我们看到四号有的时候 单独但并不孤独 你看四号经常 就算和全人在一起 他也会给自己 有一个单独的内心时间 所以四号并不介意 与一个人独处 所以我们经常问到四号 四号会告诉我们说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愿意一个人 那四号的性格特质呢 我们在外边看来 四号蛮多的一种浪漫的情怀 一说到浪漫 其实我们也都是有浪漫的 也是懂得浪漫的 也是愿意在生命里面 创造浪漫的 但是对于四号 它的浪漫 让我们感觉到 有一些不同 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问到四号 能谈谈你的浪漫吗 四号经常会说 我也没做什么 大家都觉得浪漫 所以四号的浪漫 是那种品味的 独特的 与众不同的 创造生命里面 那种美好体验的 美好感受的 美感的 很有质感的 比如说在一个恋人关系里面 四号会经常创造一些 与众不同 很不同的感觉 比如说两个人坐在一起 沉默地相坐 相对而坐 几个小时也不讲话 这对于有些号码来讲 是无法接纳的 但是对于四号来讲 那是一种很亲密的交流 他们的交流可能是无声的 是在感觉里 或者各自在各自的感觉 或者共同创造一种感觉 所以四号的浪漫 和其他号码的浪漫 在意义上还是有不同的 还有就是四号的 内在性格特质里面 有一种 经常幻想拥有一些 不能得到的东西 很多四号幻想 白雪公主 白马王子 幻想着自己是很多很多年前古代的一个 一个很有品味的一个诗人 总之我们说四号是艺术性的 浪漫性的 独特性的 是因为他的幻想和其他号码也不同 还有就是忧郁 我们看到四号更多的表现出来的外在感觉 很多眼神里面带有一种忧郁 当然 我们也见过一些很活跃的四号 很有激情的四号 但多数四号给人的感觉 都淡淡的有一点点忧郁 那还有就是四号还有一个性格特点 就是神游 一说到神游 就是比如说 你和四号面对面坐在这里 然后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两个人聊着聊着 你发现他不在 眼睛看着你 但是你看到他的 他的注意力是不在这里的 你有时候跟他聊聊天 你拍他腿一下 他就回来 你接着讲 你刚才说什么 他会重新来到这里 也就是经常不在的 曾经有一个同学跟我这样分享 他说他是四号 他经常一个人坐在一个酒吧里边 或者咖啡馆里边 或者一个茶楼里边 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然后整整就一下午的时间 也没有做什么 然后问他 我说那你在做什么 他会说 我没做什么 我说那你在想什么呢 也没想什么 我说那你在看什么 好像也没看什么 有的时候也会拿一本书 他说哇 我好喜欢那种看书的感觉 我们留意这个部分 一个三号如果买一本书来看 和一个四号拿一本书来看 看书的内在是完全不一样 可能通常我们容易理解的是 三号拿一本书看 是为了说 看看这里边有什么东西 我可以用的 一个四号拿着一本书 他说我好喜欢那种看书的感觉 注意力是在他自己看书的感觉 而不是在书上 那个四号跟我分享 他说拿一本书坐在那里 有的时候看了一下我 一看表 哇都已经几个小时了 可是一看那个书 还是在第一页 准确假讲是第一页的第一行 也没有看什么 但是一下我就这样过去了 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说 四号的神游 也就是他的注意力 人在这里 注意力经常就飘走了 很多四号跟我讲 小的时候上学 听老师讲课 往往一堂课 大部分时间人都不在 这就是四号性格里面 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我们把这个部分形容说 神游 就是走掉了 很多四号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平时坐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把那种状态叫发呆 发愣了 人不在了 身在 神不在了 所以有的时候跟四号聊天 你都很容易看到 说着说着 但轮到你讲了 你看着他 他好像在停 可能人已经不在 所以四号经常离开这个现场 抽离了 在他的感受世界里 思维世界里也抽离了 离开这个场地 那还有一个特点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情绪化 关于四号的情绪化 我们不要说愤怒就是情绪化 当然愤怒是情绪化的一种 情绪化是指 各种各样的情绪非常复杂的 当然有些人表现在 很容易愤怒 而四号呢 是综合的情绪化 有的时候哀伤啊 愤怒啊 孤独感啊 平静啊 无聊啊 幻想啊 他的情绪起伏波动很大 很多种情绪 关于享受啊 关于美丽的感觉啊 关于各种各样很复杂的情绪 这四号的内在是非常丰富的 当你和一个四号的人在一起 你随时都可以感觉到 他内在非常丰富的情感 丰富的情绪啊 还有就是追求独特的感觉 二号呢 可能很追求人与人的连接和情感啊 我们这个部分去再重复一下 三号呢 更追求关于目标结果 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很想表现的 很棒 得到人家认同和羡慕 三号在另一个部分 其实还是有一点被动 四号追求的是独特 我和周围是不一样的 我和别人不同 我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四号很追求独特的 这样一个性格特质 在人群里边很容易被一眼看到 你从他外在的服装 发型 化妆 鞋子 穿的衣服 包括在他工作的职场 他的工作间 卧室 客厅里边 到他家里你都可以看到 还有就是四号不太喜欢平淡的事情 四号很喜欢这种卓卓卓越的 独特的 有品质的 超凡脱俗的 我们经常开四号的玩笑 讲四号都不是人间烟火了 四号是一个很不俗的号码 那么他经常嫌别人 一个字就可以形容了 或者是其他事物 一个字就是俗 所以四号是一个很追求品质啊 品味啊 超凡脱俗的境界 生命境界 所以四号给到人的感觉 都是很有品质 很有品味 很精致的 当然四号呢 也是很有创造力 关于设想 策划 或者有的时候关于想象 他的感觉的创造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四号的注意力焦点 完全在自己感觉的空间里 如果我们这样看来 我们看到二三四 同样属于新曲 但是四号更强调感觉 三号更强调目标结果 二号更强调人与人的连接 所以我们通过注意力焦点的不同 来分辨号码 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人的名字 我们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去看到 他们生命当中那种行为特质 总之对于四号来讲 我们最容易看到的 他的独特感 与众不同 独特 他的情绪化 经常有情绪上很大的波动 还有他的忧郁感 很多四号的内心是有忧郁的 一号是优越感 四号是忧郁感 我们刚才聊的这些明星的名字 你会看到他眼神里面那种忧郁 还有就是说 特别特别喜欢生命里面那些高品味的东西 很恐惧平淡的生活 我们刚才谈到 其实能关注平淡的生活 这也是四号生命的一个成长 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我们喜欢玫瑰 也要接受那个刺 因为那是玫瑰花的一部分 四号抽离出来 就跑到自己感觉里去了 所以四号是个很找感觉的号码 很调到自己感觉里的号码 很希望创造美好体验和感觉的号码 所以关于四号 我们先聊这么多 我们接下来聊聊五号 五号是脑区的第一个号码 它的主要特点是关于 思考 研究 逻辑 很多的能量是来自于思维的部分 习惯是在这个部分 我们看一下五号的自白 五号说 我是一个五号 那我特别喜欢思考 追求知识 渴望比别人知道的多 懂的多 渴望了解周围一切事情的原理 结构 宏观全局 我觉得做人要有深度 但是我不是很会说好听的话 大家都觉得我这个人 不太懂人情世故 如果你从自白的角度来看五号 你会发现 首先 它是对思考的部分 有一个兴趣点 也就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五号的第一感觉是关于 它先进入头脑 也就是关于思考 所以在生活里边 你看到的五号 也是个思想者的感觉 五号的孩子 从小给人的感觉就是 喜欢问很多的为什么 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的想法 去深入的去了解 去探索 去思考 所以小的时候 五号的孩子 就对各方面的知识 都非常感兴趣 从小就有一种 我要比别人知道的多 懂的多 所以在一个五号身上 你很容易看到 他对周围事情 第一反应都是关于 为什么 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所以遇到什么事情 首先是在头脑的部分 然后五号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对于深度的追求 比如说对一个问题的探索 他希望有深度 对一个事情的了解 他希望有看有深度 比如说五号来看电视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关于喜欢了解 关于政治啊 军事啊 自然 而不是关于那些娱乐性的 新闻啊 自然探索啊 就像现在有一个很好看的节目 百家讲坛 所以你让一个五号去看一些 很 这种比较娱乐性的 可能五号就不是很喜欢的 所以五号给人的感觉就是 对任何事情 他渴望或者喜欢了解一个深度 或者说是追求一个深度 还有就是五号在情商的部分 可能会比其他号码稍弱一点 因为五号的智商是特别高的 但是与人的关系里边 有的时候比起其他号码来 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部分 会稍微薄弱一点 那么五号的综合特质里边 首先就是关于 你会看到五号给人一种感觉 蛮博学多文的 有的时候生活里边 如果你有五号的朋友 你和他在一起交往 你很容易看到 了解的东西特别多 天文 地理 政治 军事 经济 就是他的资讯特别的广 而且谈到某一个点 都可以很深入 我们所说博学多文 那五号很关注各方面的资讯 政治 军事 文化 各方面的资讯 关于知识 而且很喜欢探讨一些抽象的观念 比如说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哪里 比如说这一次的奥运会开幕式 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享到 很多人看到的时候 都是关于 哇 感觉很好 可是如果是个五号看到这样一个节目 或者这样的一个现场 他更关注 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什么样的设备 什么样的机械 什么样的原理 整个的灯光 音响 整个的背景 所有现场的道具 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所以五号看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他喜欢来到背后 就看一看更深层次的结构啊 原理啊 宏观全局啊 所以五号是很喜欢思考的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经常问一些这样 为什么 但是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思想的蛮多 考虑的蛮多 然后呢 去探索的也蛮多 但是在行动 实际行动 就会弱一点 比如说有一个学员 他分享到 他对摄影的器材 比较感兴趣 各种照相机 那他是个五号 那他家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照相机 从最原始的 到最现代的几十部 但是他对这些设备啊 产品啊 这些这个摄影器材的原理部分 是非常专业的 但是你会看到 他在摄影本身 也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人 但是他对于这些原理 可以研究到很精致 所以五号给到人的感觉呢 有的时候在生活里边 你看到五号很容易成为 某一方面的专家 在探讨某一个领域的时候 他是很容易就某一个点 很深入的去探索 所以五号的思维能力 思考能力 很头脑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在有九个号码当中 还有就是 有的时候呢 五号也是很刻意表现神度 你看二号 他很强调关于人和人的情感 连接呀 感受啊 爱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